男人演員李志勳 今天在綜藝節目上 談到了與親妹妹的相處模式 引起外界震驚 據了解當天節目上李志勳表示 自己和小他五歲的妹妹關係非常好 不僅會幫他扣上安全帶 還會再接上郭子手散步 甚至有次妹妹考試落選 哭到眼睛都腫起來 因為看得非常心疼 便在她睡著後親吻了她的臉頰 玩如親女般的親密互動 讓在場主持人震驚不已 紛紛詢問她 為什麼兄妹倆關係可以這麼好 對此李志勳也解釋 自從母親生病後 她妹妹意識到 她們是繼父母之後 唯一有血緣關係的家人 因此變得更加依待彼此 關係也變得更加牢固 然影片曝光後 就不少網友認為 她們的關係感覺很不尋常 親臉頰有點太超過了 好難想像親兄妹 竟然可以親密成這樣呢 好難看 好難看 好難看